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民主行动党元老丹斯利林吉祥 从政一生的政治奋斗理念 他见证了这片多元国土无数的沧桑与成长 尽管一路磕磕绊绊更常见铁窗生活 但是他坚持推动这个理念 如今年过八旬的他把希望放在了年轻一辈的身上 希望各族和政党抛开成见 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团结 趁着我国独立66周年庆 一起来听听林老退出政治前线之后 对大马团结进程和国家未来的期许 前不久在为六周选举注册时 他再度跌倒 但站起来后就马不停蹄地继续他的使命 眼前的老者步伐虽然缓慢 但背影依旧精神异议 林吉祥一个大马政坛上大家熟悉的面孔 从青年到白头 在政坛上已经耕耘将近60年 如今82岁的他 虽然在去年宣布退下政治前线 但几乎每一天 依然会按照数十年来的习惯 清泉就起来书写文告 发表自己对大马政治时局的看法 除了在前几年曾经因为一颗肾矮流而短暂休息 他几乎没有松懈过对国家未来的关心 曾走过最艰难的时刻也创造过无数辉煌 1969年爆发五亿三事件后 他遭受了16个月的牢狱之灾 隔年仍被囚禁的他 林薇接下了行动党的领导棒子 90年代起 丹荣一役打败徐子根 丹荣二役再接再厉 直接撼倒民政党创党人敦林苍佑 可是在1999年大选 火箭几乎全军覆没 但或许是与他成长在大马争取独立的年代有关 这一些崇拜都没有让他停止 反倒是屡败屡战 林吉祥出生于1941年 那是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 日本在同年12月占领马来亚 日军1945年投降 随后马来亚继续被英国殖民 全球各地开始兴起独立热潮 纷纷争取摆脱殖民统治 整个马来亚的社会也都处于渴望独立的风气 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 少年林吉祥与小伙伴们 开始对国内外的局势发展深感兴趣 所以我们在纷纷一 我们有跟两个朋友都搭脚车 从巴图巴哈搭脚车去马来亚 在当时是在奔东 第一次有开亚非礼秀的会议 所以我们在整个路途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那个是纷纷一而已 而且我们讨论的就是政治的问题 除了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有兴趣的 中学毕业后 林吉祥在荣佛担任华小林教 并迎娶了妻子梁玉智 1961年 他选择南下师城进入新闻行业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 年仅22岁的林吉祥 成功当选新加坡全国新闻从业园协会秘书长 并在工会结识了当年的政坛伯乐 蒂凡娜 为他日后进入政坛埋下契机 1965年马新分家 计划成立民主行动党蒂凡娜 向林吉祥发出邀请出任他的政治秘书 林吉祥放弃了即将被提拔为新闻编辑 升职加薪的集会 接受了对方的邀约 他说他指甲说你回去跟你的家人讨论一下 我说不必了 我回去被我的家人被骂 说疯狂 我的朋友也 其实我是太疯狂 因为这个是丢了一个萝卜 我不输于新加坡的一部分 我记得我是马来西亚子民 我应该对马来西亚做一些贡献 所以有这个机会我就接受了 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在林吉祥漫长的从政道路上 这个口号一点也不陌生 在他接棒行动党秘书长职位后 更是贯彻这个理念 致力于推动大马多元文化 以及宗教和谐的理念 直到今时今日 大马经历了数次政权耕地 他坦言虽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还没有真正实现 但他认为我国终会有一天 能达到全民团结 走向一个不奔种族 宗教或社会背景的社会 尽管团结政府执政只有短短八个月 但林吉祥却对这个联盟 依然充满信心 他认为推动国家改革 总会遇到层层难关 希望民众能给予政府充裕的时间 一一兑现曾许下的竞选诺言 他也乐于见到 许多年轻人积极参与国内政治活动 因为国家或政党都需要注入心血 继续推动国家发展进程 聆听与包容不同的声音 才是马来西亚最有魅力的地方 马新车电视谭祖宏专题报道